中华健而結束了這次的征戰東京奧運所有的比賽 兩金四銀六銅十二面獎牌 占居獎牌榜第31名 而今天晚間7點鐘登場的閉幕典禮 預計我們共享的世界為主軸 最終熄滅聖火將主辦權交給法國 預計2024年在芭蕾奧運 可以更加平和更加進步 而雖然女子高球雙輸無緣闖技前8名之後 中華隊這一屆的東京奧運總成績 確定是在二金四銀六銅落幕 而根據國光獎金的規定 奧運前8名都可以獲得獎金 總結這一屆的奧運將頒發2.0855億元的獎金 其中包含了4000多萬元的教練獎金 根據上獎章規定 金牌選手可以獲得2000萬的獎金 銀牌選手700萬 銅牌選手500萬元的獎金 第四名300萬 第五第六名的選手可以獲得150萬 陸海空也就是田徑游泳體操 三項前8名的選手獎金會再加碼50% 第六名的獎金會設計 海空也就是市民風格了 第四名的獎金會設計 一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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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六 第五名獎金會設計